每天努力工作 希望退休後可以保持理想生活 根據基督通統計 在已進行退休試算的人中 超過五成 預期退休後的每月生活花費 約三到五萬元 考慮到退休後 平均餘命大約二十年 再扣除現在已經準備的資金 還有近七成的人 需要儲備六百萬元左右 有點困難 有點困難 真的會有點困難 盡力吧 不是夠不夠 而是只能存到那麼多的話 沒辦法 以一百一十年 國民平均壽命八十點八六歲 男性七十七點六七歲 女性更高 平均八十四點二五歲 這也代表著退休後的日子 越來越長 專家指出 如果考慮到年紀大 醫療費增加 包含一年旅遊計畫 零零總總 退休後基本估計 一個月三到五萬元跑不掉 儲備六百萬元 真的能安心退休嗎 還補平 一個月的這個最低的花費標準 大概是三萬多塊 總金額大概是約是一千兩百萬到一千五百萬左右 這個數值 平均大概就可以達成 專家建議民眾還是得依據個人生活規劃 來試算該預備的退休金 平時也要養成儲蓄習慣 保持耐心與紀律投資 才能支撐退休後的理想生活 華視新聞張體育李奇挺泰報道 你好我是宋彥銘 想知道更多的新聞內容 請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另外也可以上LINE貼圖小鋪 來購買華視主播的官方貼圖